我們現在開始要上水溶液跟濃度 各位所碰到的第二個計算 這個計算會比密度的計算複雜變化多一點 第一步先請把公式備好 第二步我上課講解不同的立體 你要能夠了解你要懂 不得趕快去問人問老師問同學 第一個介紹什麼叫溶液 上面寫的是文言文 溶質加上溶劑 混合哪來就叫做溶液 當我用白話文叫做糖 加水會變成所謂的糖血 兩個東西均勻的混合在一起 就稱之為溶液 所以溶液不見得一定要是液態 像我寫的液 但不見得要液態 它可以是固態的 比如說合金 金銅 黃銅 同心合金 銅錫合金 拉拉再快 固態 配置液態 譬如說糖水 糖加水 突然是糖水液態 配置氣態 譬如說空氣 氮氣跟氧氣混合 占到說氣態 所以我說叫溶液 但是溶液指的是兩個物質 均勻的混合在一起 這個結果不見得要液態 但是我們國中基本上只討論液態 甚至於只討論它會叫做水溶液 現在都沒有焦 名詞 剛才講過 一個叫溶汁 一個叫溶劑 溶劑就是溶解別人的 溶解別人的東西叫做溶劑 糖溶在水裡面 什麼東西溶在酒精裡面 這個水跟酒精叫做所謂的溶劑 如果它會分 你看誰比較多 比較多的那個叫溶劑 平常只要是有水 水就是溶劑 只要東西有水 1毫升的水 10毫升的酒精 把在一塊 我還是說水叫做溶劑 溶劑是另外 所以有水把它只當作溶劑 沒有水 看水比較多 那備溶劑就叫做所謂的溶質 糖溶在水裡面 糖就叫做溶質 鹽巴在水裡面 鹽叫做溶質 溶進去的東西叫做溶質 然後把溶質跟溶劑 來 已經叫做所謂的溶液 溶液就是溶質加上溶劑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這叫文言文 白號的什麼意思 糖加水叫做糖水 糖叫做溶質 水叫做溶劑 糖水叫做溶液 所以想法就是糖加水叫做糖水 當我的計算是這個想法 溶液的種類 一種叫增溶液 這個溶質的顆粒非常的細小 已經完全的拆開來分散了均勻的在那個水裡面的 液體裡面甚至叫做所謂的增溶液 要多小 餶液的知識快適有顯技看 那增溶液通常是所謂的透明的 但是我只說透明 我沒有說無色 硫酸紅水溶液是增溶液 它是藍色的 因為我們叫做所謂的 膠態溶液 因為顆粒比較大顆 所以在裡面分散沒有那麼均勻 然後你用光去照它 它會照出一條線出來 照那個光的那個路出來 照出來一條光隔的那個道路出來 照到光路 這種叫做所謂的膠態溶液 比如說牛奶 豆漿 這種叫做膠態溶液 另外一種是其實沒有真的溶的 全不容易 它其實沒有真的溶解 它滿大顆的 飄在水裡面 飄在水裡面 你放久之後它會沉澱下來 比如說泥沙倒到水哪來 溫溫的一個泥沙的泥水 所以你擺久之後 那沙子會沉澱 這種叫做懸浮溶液 這個看看就可以了 好 現在不重要 溶液水的我們就稱為水溶液 可是水並不能夠溶解所有的東西 水不能夠溶解沙拉油 好 那所以 沙拉油可以溶在別的東西裡面 可以溶在比如說酒精啊什麼裡面 所以溶液水的叫做水溶液 不溶液水的就是所謂的非水溶液 我們教你的 考試討你的 除非我有特別指令 否則一定就是水溶液 我們現在所學的 我們考試討你的 我們在做計算題的時候 除非有特別指令 否則我們講的都是溶液水 我們都只教水溶液 所以要擴散 去跑掉 上面這個圖 右邊那個圖上面 搭一團 可是每個人會自己動動動動 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最後就均勻的分布 在整杯水當中 這個動作 我跑出去 散步在整杯水的動作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擴散 擴散 從命的地方 跑到輸的地方 多的地方 跑到少的地方 這個動作叫做擴散 比如說 它會一直動一動 還注意就是 動到它分布到整杯水之後 它還是會繼續的動作 所以分子的運動是不會停下來的 是持續在進行的 持續在進行的 然後呢像房間 這邊剛才講的是固體的 固體的 會散開來的 那氣體也一樣 不管你是香味還是臭味 有人在旁邊放一個臭屁 就擴散開來 大家聞到它那個臭味 今天撒一點香水 不然大家就聞到那個香味 意思是一樣的 今天它氣體 今天都是會擴散 我給你一個圖示 最左手最左邊的 就是一塊 糖丟在裡面 黑糖塊 下面是栗子的圖形 然後開始逐漸的散開 逐漸的散開 最後 就散佈到整杯的水當中 最右邊那個樣子 但是散佈到最右邊那個樣子的時候 那裡面的小小的糖分子 還是在繼續不斷的運動 這個現象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擴散 好 下鍊來一個 不屬於擴散的現象 這個我講就好 體育課之後 整件衣服都濕掉 是毛細現象 你的汗水 碰到你的纖維 順著纖維的中間的一些縫隙 開始被吸上來 然後整個衣服都濕掉 這個現象叫做毛細現象 其他都是擴散 這都是擴散 香味散滿 清水 依紅墨水 紅墨水擴張 方糖就要全部融化 這都是擴散的現象 所以就只有B 不是擴散的現象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